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上的主題是Database Systems 我們今天的Outline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會先講一下為什麼我們要講Database Systems 或者是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接下來我們就介紹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要把資料存在Database裡面的話 你要用的Data Model會是什麼 怎麼樣去organize你的Data 它可以存在Database裡面 你可以怎麼樣去query你存在Database裡面的資料 怎麼樣下這個SQL query SQL是一個accessDatabase 跟Database溝通的一個語言 不用擔心這個SQL的語言跟C JavaScript比起來是非常非常簡單的語言 它大概就跟HTML的難度差不多 因為它基本上是Purpose Specific 就是它不是General Purpose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很好學 OK 那我們很快就可以了解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講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Weather Moon Serverside的Weather Moon Project 如果我們背後使用Database 來存我們的資料的話 那code會長的是什麼樣子 OK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說 如果這個Data的量有一定的量 當它漸漸長大之後 那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OK 那最後我們把它Deploy到這個AWS上面去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一個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OK 好 那為什麼要用Database System 那我們就先回答一下 為什麼不用File System 對不對 好 所以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Weather Moon裡面 好 那 那 還繼續我們這個 到目前這個Branch來講 好 那 我們在存這個Post的時候 是用File 對不對 我們把它存在一個 這個Serverside的一個File裡面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呢 OK 好 那 好 那如果你是用Database System存的話 好 那至少會有以下幾個好處 好 第一個就是 這個 我們在這個要找資料的時候 好 也就是說 當我今天我要query這個Servers的 某一些資料的時候 好 那可以做得比較快 OK 怎麼說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好 假設今天這個Post 好 就是Servers上存的一堆這個Post 好 那這每一個Post呢 假設它這個 有一些這個屬性 好 一些一些一些Fields 好 比如說像 Author是誰 好 那一個User的名稱 或者是他的這個文章的內容是什麼 OK 那我可能 會User 就你clineside的User 好 可能會 想要下一個query 好 比如說 好 他想要說 在所有的Post裡面呢 找到那些 好 這個 這個Author是Bob這個人 OK 而且呢 他的這個文章裡面呢 這個Post的文字裡面呢 有包含db這個字 的Post 好了 全部找出來 OK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用Filesystem 如果我們今天用Filesystem 用Filesystem 用Filesystem的話 那我們要怎麼樣找到這樣子的Post呢 好 那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這個目前這個Weathermoon的這個code 好 那基本上 這做法就是 那我就去這個Servers 就可以去這個File裡面 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Post呢 全部read進來 然後在read的時候呢 好 那 可以 試著去比較看看 那個Post呢 他的這個Author是不是Bob 然後他有沒有包含db這個字 對不對 如果有的話 就把它加到一個 這個return的這個list裡面 對不對 好 那等到他把這個File呢 全部的這個掃過一次 好 裡面的Post呢 全部scan過一次之後 他得到一個return list 然後給user 對不對 OK 好 那如果是用database的話 通常 通常你其實是不用scan 整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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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這個所有的Post一遍 那在database system裡面呢 他通常在answer這些query的時候 有各式各樣加速的方法 比如說他可以直接的就找到就是說 所有這些Post是被bub寫的這樣 然後再從這個bub裡面呢 去看看說 那那些文章有沒有包含db這樣子 OK 所以也就是說 他其實可以不需要去scan 所有的Post一次 然後來找到 這個user要的那些資料 或是被query的那些資料 OK 所以通常在這個handle 這個query上 在answer這個query 會相對於這個file來講 會快很多 OK 好 那我們server就是要快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 使用database很大的優勢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們在server上 常常需要就是 你這個data存的 存是存在這個server 對不對 clineside其實不負責存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存在server 那server就要負責 確保說資料是正確的 對不對 好 那有時候是這樣子 有時候呢 這個資料呢 我在更改的時候 那server如果這個萬一不小心 譬如說這個斷電了 或者是有有bug的時候 這個我們寫的這個server 的code有bug的時候 或是一些意外的狀況 導致這個動作做到一半 這樣子 那怎麼辦 好 那database呢 也有一些功能 可以幫助 確保我們這個資料的正確性 OK 好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讓這個我們呢 在server side code呢 可以告訴這個database system說 某一些這個data的這個modification 就是去update這個data的動作呢 要包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 OK 那database就可以確保說 好 那如果今天呢 這些operations包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的話 那這些operation 在同一個transaction裡面的這些operation 要嘛就是全部都做 要嘛就是全部沒有做 OK 那不管什麼發生 比如說中間如果有斷電的話 那它還是可以確保這件事情 這樣子 OK 那你說這有什麼好處呢 比如說如果今天你在這個server side 你要implement一個譬如說交易 假設你今天這個data有很多user 那每個user呢 他可能有這個這個這個 他現在的這個balance 就是他現在的帳戶的這個余額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轉帳的這個動作 比如user要轉10塊錢 從userA到userB這樣子 那這個轉帳的動作可能會包含兩個operation 就是你要把userA的這個balance呢 減10 然後要把userB的這個balance呢 加10 對不對 那可是這兩個動作呢 你會希望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 either是正常情況或是斷電 或者是有bug OK system crash OK 那不管怎麼樣 那最後留在這個delabase 裡面的這個state呢 要嘛就是沒有轉帳之前的樣子 要嘛就是轉帳之後的樣子 對不對 不會說這個A減10了 但是B沒有加10 那10塊錢就憑空消失了這樣 也不會A加10B加10這樣 可以嗎 所以這些operation要嘛就是全有或是全無 OK 那這個叫做transactions OK 那delabase呢可以offer這個讓這個使用者 這個使用者就是這個我們的web server 去define transactions 然後database去guarantee這些transactions 裡面的operation 要嘛就是全有或是全無這樣子 可以嗎 就是所謂的這個atomicity 就是原子性 就是要嘛就全有要嘛就全無這樣子 可以嗎 好OK 那還有像其他的 這個可能就比較不是那麼的這個明顯這樣 不過也很重要 就是比如說如果今天有crash的話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如果crash的話 最怕就是資料因為crash 然後就就壞掉了對不對 好那delabase也可以確保說 你如果東西存在裡面的話 好那一個transaction如果成功的話 他的資料不管有沒有crash 他永遠都可以被保留起來 可以嗎 好那這怎麼做到呢 其實delabase背後會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所有的這個modification 如果是更改資料 這些資料全部都會記起來這樣 都是logs 所以其實你在把資料存在這個database的時候 好那這個有時候除了存資料以外 還會多存一些額外的這個metadata 好就是所謂的這個user不知道的data 這樣子 好可是是用來確保 user的這個這個data正確的那些data 這樣可以嗎 好那log就是其中一種 好那這些log呢 可以可以幹嘛呢 就是當今天crash發生的時候呢 好那這個時候log就可以用來幫助這個database 去做recovery的動作 OK 好就是你在斷電的時候呢 可能存的資料在disk上啊 或是在這個SSD上面 那可能真的有錯 那是因為他平常就多做了一些事情 好所以他可以拿這些logs 去recover哪些可能會有錯的data 那database可以確保就是說 那在recovery完成之後 好那存在這個database 這個database system裡面的這些data呢 是不會是corrupt的 可以嗎 好那這個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crash 這個越少發生越好啊 對不對 好可是難免在這個實務上來講 這個crash呢 有時候就是會發生 那這個時候 這個database就 給了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你不用自己去recover這些data database已經可以幫助你自動的去recover 那些可能會有錯的data OK 好這是幾個這個database system的優勢 所以絕大部分的這個server side 如果有要存一些這個persistent data的話 那通常都會選擇把它存在database system裡面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舉幾個例子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帶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那為什麼一個database system 它的query會很快 好那我們順便介紹一下這個database system 你要怎麼樣去下query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來講這個transaction OK 好讓各位了解一下這個database system 到底是它的這個interface 大概high level來講要怎麼操作 可以嗎 好那我們就先看query 好 那假設今天我們有一個這樣子的query high level的query 就是說有某一個client呢 他可能會想要從這個server這邊呢 去找這個所有這個post的ID跟text OK 好那哪一些這個post呢 這應該是post 這個post written by bob 或者是 而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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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text呢 有包含這個某一個字 這個字叫做db這樣 OK 那client想要很快速的把這個ID跟這個text of那些post呢 找出來 好那在database裡面呢 好那你如果要存你的data的話 通常會要你把data呢 去organize 變成一個一個的tables OK好 比如說這邊的話你會看到 有一個user table 那這邊有一個這個post的table 好那一個table table顧名思義就是他有column跟roll 對不對 好那column的話你可以把它想像 就是比如說一個post的column 就是每一個post它的attribute 這樣子 那roll的話就是每一個一個的這個post 可以嗎 好那user也是一樣 user就是這個column呢 就是這個一個user的attribute 好那每一個roll呢 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這個individual user 這樣子 可以嗎 好那至於怎麼樣把你的這個data organize成tables 這個我們之後會講 好不好 我們這邊假設說 好那你已經可以成功的把你想要存的資訊 轉換成一個一個的table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去query 這個tables such that他可以做到上面這個user 想要做的事情呢 好那在database呢 你就可以用sql language 然後跟database溝通 好那下面就是一個這個sql的statement 好 sql的statement OK 你可以看到它 這個東西呢寫得很長 可是它其實是一行statement 因為分號在後面 可以嗎 好這個就跟javascript一個statement 是一樣對不對 好那這個長長的statement呢 有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select 一個是from 一個是where 對不對 有三個子句這樣子 我們說select它是一個子句 from是一個子句 where是一個子句 一個clause 可以嗎 好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想要select某一些column 從某一些table ok 然後這些table裡面的role呢 要滿足where這個clause裡面所指定的條件 這樣子 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仔細看進去好不好 所以我要select什麼column呢 好我可能要select是id跟text這個column 好因為這個上面講的就是user要的是id跟text of這個post 對不對 好那我要這兩個column 那是從哪個table來的呢 好是從post跟user這兩個table來的 可以嗎 好那post跟user太長了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statement裡面 我可以給它兩個alias 就是這個名稱 暫時的名稱 一個呢就叫做p 一個叫做u 這樣 所以在這個statement裡面 我就可以把這個post呢 用p來表示 好那user用u來表示 所以你可以看到select上面這邊我們寫p.id p.text 那p指的就是post這個table 可以嗎 好那where要specify什麼樣的條件呢 好就是說從這兩個table 選出來的roll 這些roll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就是 好那這個u這個user這個table裡面的id 好要等於p這個table裡面的authorid ok也就是說如果對每一個roll來講 好那那個roll它的userid跟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u的這個table的id是一樣的話 那那個roll就選出來 好那而且還要符合符合什麼條件 還要符合呢就是u的那個name 就是它的這個這個名稱呢要是bob 對不對 好然後呢這個這個p呢 p的這個text 就是這個這個column 好那裡面的那個roll呢 還要包含db這樣子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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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條件 第一個你會發現u.name要等於bob ok你會發現這邊的寫法呢跟這個一般的這個c啊 跟或者是javascript有點不大一樣 就是這個其實是等於等於啦 好可是在database裡面這個等於其實就可以用來做assign 也可以用等一等這樣子可以嗎 好所以這個是equality的compare 好那再來bob呢它是一個string對不對 好在sq裡面的string是用單引號 可以嗎好不過這個應該還蠻簡單還蠻直覺的 好那下面這個呢就感覺就比較比較看不懂 好不過它的概念就是說這個p的這個text 這個這個裡面的這個字要包含db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怎麼做到的 好那在這個sq裡面呢 好譬如說像這個postscript 好那它裡面有一個指令叫做like 它是一個operation 它是一個operator 就是比如說跟加減乘除是一樣 你把它想成就是一個就是就是一個operator 就是它的名字叫做like這樣子 好那like呢指的就是很像這個regular expression 這個match 然後你要去match後面的某一個這個pattern這樣子 可以嗎 那i like的意思就是case insensitive OK就是你要去match後面的regular expression 但是呢是不care這個字的大小寫的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叫做i like 可以嗎 好那它要去match什麼樣的pattern呢 好所以pattern寫在後面 好那這個pattern呢跟regular expression概念上很像 但是也有也比較不一樣 它比regular expression簡單很多這樣子 好那以這個case來講呢 好這個這個百分號指的呢 就是regular expression的那個信號 也就是說它可以match 0到多個character 可以嗎好所以你會看到的是 這個regular expression類似regular expression的東西是 前面的開頭可以match 0到多個字 後面的話呢可以match 0到多個字對不對 然後中間至少要包含db這兩個字 可以嗎 所以它其實就是content的意思 可不可以 可以齁好所以換句話說就是 這一個end的裡面的條件是說 那p的text要包含db這兩個字 可以嗎 好那把它們這三個條件 這個uid等於p.autoid 然後跟這個跟這個把end起來 那就是只有這三個條件都滿足的呢 那些roll才會被挑出來 那挑出來的那些roll呢 我選它的兩個column 就是id跟text可以嗎 好那這樣子呢 基本上就做到了這個上面user想要做的事情 可以嗎可以齁好OK 那我知道這個各位呢 這個第一次看到的 這是你們第一次 如果沒有各位沒有使用過這個delabase system 這可能是你們第一次看到一個這個 SQL的這個statement 那沒關係我們之後會一直看 那各位只是要了解一下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這個好像 就是跟這個邏輯上 要做的事情好像沒有很難這樣子 可以嗎就是select 什麼什麼column from什麼table where就是roll要滿足什麼條件這樣 可以嗎 那之後的這個statement 基本上都是 可以把一個statement break down 成不同的子句這樣子 你可以分段的去拆解它 所以通常這個SQL呢 不會太難學這樣 可以嗎 好 那我們第一次看到這個SQL query 所以我們就講仔細一點 好不好我們看說好 那這個query到底這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好就是對delabase來講 他到底怎麼處理這個query 好那這個簡單來講呢 這個當這個delabase呢 接收到這樣子的一個query之後 好那他會先去看這個 你到底要從什麼table去挑資料 好那這個時候你發現 你要跟他講的是兩個table對不對 好然後分別命名成是p跟u 所以他就會把這個p跟u準備好這樣子 ok好然後p跟u準備好之後呢 他會發現說你這個front呢 是其實是一次要選兩個table對不對 好所以要先把他要先把這兩個table join起來 好怎麼join起來呢 基本上就是把兩個table 合併成一個大table 那用的方法呢就是 比如說你這邊p有m個record u有n個record 他就想辦法呢把這個大table的colum 變成是p的colum跟u的colum的集合 然後row呢就變成是m乘與n這麼多個row 也就是說每一個p的row 就會試著去配上u的每一個row一遍 可以嗎就是兩成4回一圈這樣 所以這個大table就會變成是 他的colum是p的colum跟u的colum的集合 好的連集這樣子 好然後這個row的個數呢 是p的row的個數乘上u的row的個數 可以嗎好所以這邊就會變 綠色就會變成一個大table這樣子 好那有了這個大table之後呢 好那這個database接下來就會去看where OK他就會看說那這個datable的row 要滿足下面這個條件 好那這個條件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就是uid要等於p.alt id 對不對可是你會發現現在這個datable呢 已經有pid已經有uid 所以他就基本上就去scan 去掃描這個datable每個row一遍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全部選出來 可以嗎好那各位可以用眼睛看一下 我們跑一下那基本上你會發覺 那就只有第一個row會同時符合這三個條件 對不對好所以做完這個where之後呢 其實就把不必要的row就篩選掉 所以database就會到處理完where之後 他其實背後呢就只會留下這個大table裡面的第一個row 可以嗎好那有了這個這個這個跑完where的結果之後 最後呢他才會去看slab 然後發現說user要的是p.id跟p.text 他就那他就把這個這個p.id跟p.text 從這個這個where跑過的這個結果挑出來 就挑這個color這樣子可以嗎好所以最後這個user得到的呢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table可以嗎可以好所以你會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其實這個這個這個database呢 在處理這個一個query的時候他可以分段去做對不對 就是第一步先做from這樣然後把它把兩個table join起來然後再applywhere去挑row 然後第三步去挑column對不對好那另外一件事就是你知道是 那這個sql回的會是什麼東西回的就是一個table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好就是你給他sql query他回你一個table 那這個table呢based上你給他的條件你會有不同的row 或者user會得到不同的row 你給他不同的select這個子句 你會得到也會得到不同的color這樣子可以嗎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基本上一個很簡單的overview 讓你看一下就是說那什麼是一個sql query 那這個database是怎麼去處理他的這樣子可以嗎 好那這是邏輯上database怎麼處理 實際上來講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優化 讓這個處理的速度變得很快這樣子可以嗎 好不過邏輯上他就是這樣做 好OK那這邊可能同學會有疑問 然後說老師那這樣快在哪裡對不對好 你看我們剛剛如果要做這個這個大table的話對不對 那這個還不是全部scan一遍對不對 那跟我file自己拿出來看一遍有什麼不一樣的 好的這樣哪裡快了對不對好 我剛剛講的就是剛剛的那個處理方法其實是邏輯上 database這樣處理 可是他背後呢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優化的方式 好那user呢不需要知道這樣子可以嗎 好可以所以實際上他可能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如果可以把剛剛的執行那個sql的方法 好那他的步驟好一步步畫出來的話 你可以發現我可以把它畫成是一個tree對不對 好就是說好譬如說這個剛剛的那個sql 我可以先把兩個table分別先命名成p跟u對不對 然後把它join在一起對不對 變成這個綠色的pu一個大table 然後在這個大table裡面去選roll對不對 好然後選完roll再去選column對不對 好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這些operation呢 好我可以把它描述成是一個tree的樣子 可以嗎好這種tree呢 我們在 database裡面我們稱為叫做plantree 好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同樣要去滿足做到一個query 好那我其實是可以有不同的plantree 好譬如說我們看右邊這顆tree 右邊這顆tree呢 其實可以做到跟左邊這顆tree return的這個table 是一模一樣的table 但是他的做法不同 比如說他可以先讓這個u呢 先去對roll先去篩選一遍 他可以把u呢先選出那些他的這個name 就是這個user的名字呢是Bob 然後再進到這個p跟u的這個join ok join完之後呢再去額外的篩選 說uid等於p點auth id 然後你會發現這樣子做出來的結果 跟這個會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可是各位想想看哪一個會比較快 你們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快 好答案是這個會比較快 對不對應該看得出來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p有m個record 就是m個roll u有n個roll 那p跟u join起來就m乘m對不對 那m乘m就是很大的 你光要create這個table就很大 然後這個很大的table 你又要去對它做一個一個篩選 所以這個會了你要過濾m乘m個record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今天我把u先縮小了 好譬如說從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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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m'ok 那這個table就會變成是m乘m'對不對 那如果m'很小的話 這個table就會遠比這個table小 所以在apply這個whale的時候 我要過濾的這個record的數 就可能會小很多 可以嗎 好那你會發現這兩顆tree呢 他們的output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速度可能會差很多這樣子 好那database有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幫你去優化做這個query optimization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就是 他可以幫你做planning 什麼是planning呢 就是他可以幫助你找到 同樣是可以answer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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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 SQL的statement 那他會找到一個最好的這個這個plan tree 這樣子可以嗎 最好的這個sequence of operations such that我可以answer一個query 可以嗎 好那這件事情 你都不用做 就是他他會自己幫你去去去做好 這樣子 可以哈 好OK 這是第一個這個tetabase 為什麼可以answerquery 比較快的方法 好那第二個這個 常見的這個query optimization 也很有用 就是可以做indexing 我們來看一個這樣子的case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table 叫做post 就是post這個table 那假設user呢 今天要下這樣子的query 這個query就是我從post這個table裡面 去選出那些row 它的這個timestamp ts這個column 是大於某一個值的 OK 然後把這些row篩選完之後呢 我只選出這個text的這個column出來 可以嗎 好 那如果今天你用這個file去做的話 那你怎麼樣處理這個query 你怎麼樣answer這個query 那你就是把file 把這個post的這個table 全部撈出來 對不對 一個record一個record 看吧 然後看看他有沒有大於這個值 如果有的話就把它加到這個return的list裡面 然後最後這個做完的時候 把全部的row都看過一遍之後 就掃過一遍 就是scan過一遍之後 那最後把這個符合條件的return 給user 對不對 可能把這個text篩選出來 對不對 好 那在database裡面呢 你可以有其他的做法 比如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ts這個column裡面的值 建成一顆search tree 這樣子 OK 就只有這個column裡面的值 你可以跟database講說 好 請你把我把這個column裡面的值呢 先建好一顆search tree 好 那什麼是search tree 各位回想一下你們在這個data structure學到 search tree基本上就是一顆tree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它裡面的這個value呢 是這個order的 好 就是有順序的 所以存在這個的值 好 會小於他的 他的這個parent 對不對 然後這個child會大於這個parent 對不對 然後隨著這個 越往右邊走 好 在這顆tree裡面的value 基本上會越來越大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然後還有另外的特點是 他是search tree的話 他是balance 對不對 所以這顆tree呢 基本上他的高度不會太高 好 那 如果有了這顆search tree之後 好 那我們要answer這個query 是不是可以快很多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好不好 因為呢 這個如果今天 好 這個我要找的是ts大於他的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先把這個value 好 然後去這個search tree裡面 好 從上往下走 走到譬如說某個位置 譬如說這個位置 好 是最接近這個value 然後接下來呢 我只要把譬如說大於他的 譬如說 右邊 所有的這個leaf node 都走過一遍 那假設這個leaf node 每一個leaf node都指到某一個record 那是不是我就沿著他 從這邊往右走 然後往右走之後呢 去看看他下面指到的這個record是什麼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的record都拿出來了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在database裡面呢 你可以做這種index 這個index呢 基本上 概念上就是跟你們之前學的datastructure 裡面的search tree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 那只是差別差在 在這個leaf這個layer 它有這個橫向的指標 可以讓你走到這邊之後 往左走或是往右走這樣 可以快速的支援大於或是小於的這種search 可以嗎 然後呢 這個leaf node 這個tree的leaf node 是指到什麼 指到這個table裡面的某一個ID 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走到這個leaf node之後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去access某一個record 這樣子 可以嗎 好 那為什麼這個會快 原因就是因為這顆tree是balance tree 對不對 所以這顆tree是balance tree 我從這個root走到leaf 通常就只要logn的complexity 對不對 那n指的是這個table的record的個數 可以嗎 所以通常你從上面走到下面 你就只要logn的這個步驟 你就可以走到最下面 然後接下來你就可以沿著這個leaf node的左邊 往左走或是往右走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所有滿足這個條件的record 通通都找出來 可以嗎 你就不用每次都來看這個table一次了 可以 如果你是看這個table的話 你要你的complexity會是多少 就是bigom嘛 對不對 因為你要scan n個record一次 如果是這樣子做的話 就你的index access就只要bigom logn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找的這個record的個數 加上你要找的record個數 那如果滿足ts大於他的 是圓小於n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operation就會遠比bigom 還要便宜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database可以給你的query optimization 就是你可以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在某個column上面建一個index 好 那這個時候呢 當你哪一天呢 要query 然後裡面的where的條件 好 可以派得上 讓這個index派得上用場的時候 那database自然還會幫你使用這個index 好所以planning加上indexing 好就可以讓在database 通常你在做query的時候就會 遠比你用files快很多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 另外一個database的這個system的這個advantage 好相對於這個file來講 就是他可以offer一個transactions這樣子的概念 OK 好 那什麼是transaction呢 基本上是這樣 其實你在下一個query的時候 這個database呢 會自動的幫每一個query 好 都包在一個所謂的transaction裡面 OK 就算是你不跟他講的transaction 好 當你今天下一個query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跟他講說 我幾個query要包在一個transaction 那by default 一個database system呢 會自動的把每一個query包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這個transaction看起來就是這樣講 就是begin 然後到commit begin就是一個transaction開始 commit就是一個transaction結束這樣 可以嗎 好 好 那這個transaction的這邊 我們可能之後再寫 因為傳算的很長 我們可能會用這個tx來表示 好 就是transaction 好 那你也可以這樣做 好 你也可以說 我可以明確地跟在下這個sequel指令的時候 我可以明確地跟這個database講 begin 然後我接下來再下多個query 然後最後再下commit 你也可以下這種 這種這種 sequel statement 好這個sequel statement 你會發現它是四個statement 對不對 因為這有四個分號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先下begin 然後再給一個query 兩個query 甚至三個四個都ok 然後等到你滿意了之後呢 你要結束這個transaction 然後你就下commit這樣子 可以嗎 好 然後database呢 收到了之後呢 它就會視這兩個query 好 為一個transaction 可以嗎 它就把這兩個query包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 這樣 好 那transaction可以做到什麼 它就是all or nothing 所以這兩個query呢 要嘛就是全部都做 要嘛就是全部都不做 好 如果有錯誤發生的話 好 那這個時候比如說 我們剛剛看到的user user table裡面 假設這個user呢 除了有id跟他的名字以外 好 還有這個這個他的這個這個comma的值 comma的值通常就代表就是譬如說 他的這個這個累積的這個點數這樣子 比如說他po一個文章 就是累積一個comma這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說 那我要賣pb 對不對跟ptd一樣 我在賣pb這樣子 好 那可能要做這個轉帳的動作 所以user呢 可能會想要 某個user可能會把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金幣呢 好轉十個給另外一個user ok 好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希望這兩個動作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query 好這個query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個user 好裡面 這user update user這個table 好然後set就是說 這個comma要等於是原本的comma 減10 而且呢這個名字呢 要是bob 好所以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把user這個table 裡面的某一個roll 這個roll呢 這個roll呢 要滿足name等於bob 這樣 好那可能不是一個 可能是多個 那不管 只要是滿足的 那通通都把它的color comma這個字呢 變成是原本的comma 減10 可以嗎 那這個query基本上 就在做的事情 就是update對不對 好那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個query呢 在做什麼 下面這個query 它是個update的query 對不對 也是一樣 只是把這個user呢 把所有名字 是john的那些roll 挑出來 然後把這個comma 這個column呢 變成是原本的comma 加10 這樣子 可以嗎 這個是把bob的comma減10 把john的comma加10 那就做轉帳的動作 對不對 好那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他們包在一個transaction裡面 所以確保的就是說 要嘛就是這兩個東西 就這兩個query 這兩個update 就都要一起做 要嘛就都不能做 所以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database裡面的這個資料 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這個錢不會憑空消失 也不會憑空生出來 可以嗎 好 好 OK 那這是這個transactions 那各位可能在看一些 跟這個database相關的document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會看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ACID 的這個guarantee 這個其實就是在講這個transaction的 它可以guarantee的東西 這樣子 好那 這個這邊我們不細講 好不好 我們這邊很快速的overview 只讓你知道說 這個ACID就是一個transaction 它可以guarantee的東西 通常跟資料正確性啊 或是跟performance有關 比如說它可以guarantee這個automicity 就是原子性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要嘛就是所有的operations 要嘛是全做 不然就是沒有做 它也可以guarantee consistency 就是 什麼是consistency呢 就是資料是一致的這樣 比如說 這個 你的這個post 裡面不是有一個userID 這個column 那這個userID 就是 說說 這個authorID 這個authorID 基本上就是 一定要是一個userID嘛 對不對 不然就沒有意義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跟database講說 那這個authorID 一定要是 某一個存在的userID 這樣 那這個時候transaction 這個database在執行 每一個transaction 結束的時候 它會幫你check 你剛剛講的這個條件 有沒有滿足 如果沒有滿足的話 它會讓那個transaction 把這個transaction取消掉 那就回覆到 沒有做這個transaction之前的樣子 可以嗎 好 那你也可以做這個isolation isolation就是說 這個database呢 它可以支援 concurrent的這個query 你可以一次下 10個query 20個query給它 裡面包含不同的operations 那它可以concurrent的去做這些transaction 不過它可以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說 雖然呢 它為了要加速 為了執行這些transaction比較快 所以它讓這個transaction裡面的operation呢 是concurrent在做 但是做起來的效果呢 就好像是 某一個transaction先做了 再做下一個transaction 再做下下一個transaction 就是transaction執行起來的效果 跟他們serial做是一樣的 一個接完 接著一個在做 不是那種mix在一起做 因為mix在一起做 可能有時候 結果會跟一個一個做不一樣 那database可以guarantee的就是說 我實際上可能為了效率 我把他們合在一起做 但是做起來的效果呢 不會跟這個serial執行的結果不一樣 可以嗎 那變成說user就不用去擔心說 會不會有其他人的user 然後跟我改了同一個資料 所以導致資料會不正確還是怎麼樣 你就可以不用worry這件事情 我們在開發我們這個web applicat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focus在我們自己的business logic就好 你不用去管多個人的concurrent access 會發生的那些意外狀況 Database已經幫你guarantee了 可以嗎 就這些東西就不會發生 好 那最後一個是durability 就是說 這個database呢 如果你今天跟這個transaction講說 commit一個transaction 那database是可以跟你講說 commit成功 如果他跟你講commit成功的話 那那個資料就會是被persist 在一個non-volatile的storage 就是他不會說你下次關機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不見了這樣子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簡單的這個acid這樣子 這個是transaction可以guarantee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database呢 在這個answer query 或者是在保持這個資料的正確性來講 如果你使用它的話 那都可以這個比這個filesystem 有更多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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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嘛是更快 或是有更多的保障這樣子 可以嗎